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 我后悔了 已经晚上九点了 但公式里灯火通明 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不想回家 被工作包围 无暇他顾 反而不会感觉那么孤单 工作处理的差不多了 我恰恰没心 长舒一口气 向椅背倒去 打开手机 习惯性地点开林月瑶的头像 没有新的消息 意识到这个动作时 我愣了一下 自嘲地笑了 叶天琪 你不会当真了吧 我和林月瑶是邻居 从小一起长大 互相照应 不过 也仅止于此 林月瑶大学毕业后 换了五六个男朋友 每次分手后 都要找我哭一场闹一场 有一次 他在我家举着酒瓶子 半醉半醒地开玩笑说 叶天琪 你对我最好了 二十八岁 要是你未娶 我未嫁 咱俩就扯正 我想要抢下他酒瓶的手将在半空 一动不敢动 耳间的一点飞红蔓延到脸颊 顺着脖子一路烧得滚烫 这句话我等了太久 生怕风吹草动惊了这场美梦 我的反应 林月瑶看在眼里 颇为满意 她笑得前仰后合 在我的脸上瞎了一口 就睡了过去 酒醒后 她再未提起这茶 转头换了一任男友 可我 却记了三年 回忆逐渐抽离 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走到了家门 关上房门的一刹那 眼前忽然变得明晃晃的 生日快乐 surprise 亮片洒了我一身 林月瑶站在几个朋友中间 露出阴谋得逞的笑容 老一夜 真不愧是工作狂 这都几点了 哥几个还以为你要在办公室过生日呢 月瑶可是忙了几个小时呢 还傻愣着干什么 月瑶说今天要去出差 原来是为了给我准备惊喜 沙发上摆满了大家为我准备的生日礼物 餐桌上是月瑶特意准备的饭菜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不善言辞 傻笑着融进了特意为我准备的这份热闹里 吃过饭后 几个朋友互相递递眼色 早早地散场了 只剩下我和林月瑶 哥们 月瑶有话说 老陈走前故意挤眉弄眼 拍拍我的肩膀 我带上房门 还为己转身 月瑶忽然从背后抱紧了我 她贴着我的耳朵喃喃道 我们二十八岁的约定 还算数吧 原来她没有忘 林月瑶是爱我的 我低着头 竭力控制自己想要喊出来的冲动 慢慢地 反复地咀嚼着这句话 难以自制地颤抖起来 我急切地打横 把她抱进卧室 谁反悔谁是狗 半夜 我起来上厕所 钻回被窝时 她还在酣睡 我捏捏她的脸蛋 忍不住嘴角上扬 她大概累坏了吧 月瑶皱皱眉头 哼急一声 把我的手扒开 周舒伟 别闹 五个字 像是一记中锤 砸得我脑袋嗡嗡作响 笑容僵在脸上 一时间什么都反应不过来 只感觉茫然 她喊的不是我的名字 是她的初恋 一道就熟了她的光 我和林月瑶都是单亲家庭 我妈和林妈好的跟亲姐妹似的 她们说这样我和月瑶就都得了两份癌 可以弥补缺少父爱的遗憾 可是麻绳砖条细处断 高三时 林妈因一场车祸意外去世 临死前 她在医院的病床上拽着我和我妈的手 要我们答应她 一定会守护好林月瑶 我尽力了 车祸后 林月瑶就像变了一个人 一蹶不振 考试成绩一落千丈 我为了照顾她 放弃了985院校和她来到了同一所大学 可她似乎始终无法走出阴霾 无论我做什么 她都提不起兴致 我甚至想过要带她去看心理医生 直到她遇到了周书伟 周书伟家世优渥 是海城富商的独子 一身名牌 出手阔绰 潇洒不羁 从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那个时候 同班同学基本都是从农村 县城考上来的 戴着框架眼镜 穿着套头衫 吐得灯电影里的NPC似的 而周书伟 用林月瑶的话来说 跟别人都不一样 就像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鲜活热烈 照亮了她的枯燥生活 那时候 林月瑶跟又活过来一样 整天在我耳边叽叽喳喳的不停 你说 像周书伟这样的男生 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 他那么帅 估计早都有女朋友了吧 哼 只要我肯出手 没有拿不下的人 都说女追男隔层杀 更何况是林月瑶这样校花级别的人物 没多久 他们就在学校里出双入队 高调的秀恩爱 撒狗粮 他们在一起后 林月瑶再没主动联系过我 直到他们毕业后分手 周书伟一毕业 就带着林月瑶见了父母 周妈本指望儿子娶一个门当户对的老婆 对普通家庭出身的林月瑶十二分的不满意 为了逼他们分手 周妈把周书伟送到了国外读书 周书伟不敢违抗母亲的安排 林月瑶觉得这是对他们爱情的背叛 两人因此分手 从此在未联系 分手后 林月瑶频繁地更换男朋友 有一次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夺了她的酒瓶子 对着她大骂 林月瑶 你够了 为了一个男人 自亲自见值的嘛 他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说出的话 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心痛 她说 你懂个屁 不是周书伟和哪个男人在一起不一样 我轻抚她的头发 难道 直到现在 她还没有放下周书伟吗 第二天醒来时 林月瑶跟没事人一样 扶着腰拍拍我的屁股 挑着没开玩笑地说 活不错 看着她的笑脸 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笑了起来 大概是我想太多 不过就是一句梦里而已 又能代表什么呢 叶天琪 你也太患得患失了吧 林月瑶本就有我家的钥匙 来去自如 如今干脆搬进了我家 下班后我们就一起翻黄历 订婚期 买钻戒 忙碌又充实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幸福的不太真实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切都快准备就绪的时候 周书伟回来了 那天周末 我陪林月瑶去试婚纱 哎 天琪你看 新开了一家婚纱店 快来快来 她雀跃着拉着我进店 说要做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 一件件婚纱看过去 月瑶的脸色越来越差 我跟着她的脚步 也察觉出有点不对劲 这些婚纱和我的闭设有七分相似 你们这是抄袭 把你们设计总监找来 林月瑶不满地对店员喊着 店员一听 乱了手脚 慌忙向林月瑶解释 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这是我们设计总监耗时三年的得意之作 还在国外拿过奖呢 话没说完 只见设计总监从楼梯上缓缓走下 身穿高定西装 显得贵气又文雅 原本激烈的争吵 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忽然安静下来 直到林月瑶带着难以置信的颤音喊了句 周书伟 林月瑶略带歉意地对我说 想要单独和周书伟聊一聊 我立在门外 点了支烟等他 我本不会抽烟 放在兜里不过是职场上的一种社交礼仪 现在 我只想借助烟草短暂地麻痹自己 压抑住烦躁的情绪 烟呛到肺里 咳得生疼 隔着玻璃窗 不知道两个人说着什么 越来越激动 周书伟竟抱住了月瑶 我扔了烟头 刚想要冲进去 去见月瑶愣了一下 随即挣扎着推开了周书伟 三两步跑出门 他冲周书伟喊的最后一句话 我听了一清二楚 那又怎样 我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 一切都回不去了 林月瑶牵着我的手走了 我在回头时 周书伟面色苍白 仍正在原地 回家后 我们都默契地在未提起这次偶遇 可是我明显地感觉到 自从遇到周书伟 月瑶就变得心不在焉 不仅提不起兴趣筹备婚礼 工作上也经常出错 我知道 周书伟也不会轻易放弃林月瑶 她出生时就含着金汤匙 一生顺遂 想要的东西 从没有得不到的 所以 当她组织线下同学聚会 我犹豫再三 还是答应了 周书伟的存在 像是悬在我头上的剑 摇摇欲坠 我不知道 何时她会从我身边 抢走林月瑶 与其等待着审判 不如让林月瑶早点看清楚 她究竟爱的是谁 是那个说着海誓山盟 却连母亲都不敢违抗的周书伟 还是为了她甘愿放弃985 默默守护她28年的我 我 有信心 临行前 林月瑶精心打扮一番 更显得楚楚动人 我们学的是设计专业 留在海城的这几个同学 也基本都在同一个行业 圈子并不大 听说周书伟这个扩哨 从美国回来 组织同学聚会 大家都踊跃参与 我和林月瑶到设计学院门口时 他们正把周书伟围在中心 小周总在国外混得不错吧 听说得了不少国际大奖 哇 你这块表 起码几十万吧 又有钱又有财 不知道哪家的姑娘能露你的眼 都是同学 小周总以后有资源 多想着点我们哈 见到林月瑶 周书伟从光环里走出来 似乎忘记了那天的尴尬 把手里的纸袋递给月瑶 云淡风轻地说 送你的 是香奈儿的包 大概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哦 小周总出手还是那么阔绰 同学跟着起哄 粉底都盖不住月瑶飞红的脸 他犹豫了一下 接了过来 这个包月瑶缠着我要了好几次 我哄他说 办个婚礼处处都要花钱 等年底发奖金就给他买 我有一点失落 明明都说好了的 为什么不愿意等我买给他呢 别在门口愣找了 咱到学校到处走走吧 周书伟这话是对同学们说的 眼睛却上下打亮着我 我不自在地藏了藏手上戴的运动手表 他似乎注意到了我的动作 眼神里满是戏血和嘲讽 我想牵起月瑶的手 他却早跑到前面 跨起了女同学的胳膊 和周书伟并排走在一起 有说有笑 我意不意趋地跟着 心里泛起细密的痛和难言的酸涩 不知不觉 我们一行人走到了体育馆 和毕业时似乎没什么变化 小周总 你上学时不是最爱攀眼 现在怎么样 要不要露两手 小李的声音里都能挤出蜜来 听说他最近资金周转困难 大大是想要抱上这个大腿吧 周书伟大学时在攀眼社团 小李这个提议无非是给他创造机会 在同学面前出出风头 林月瑶在我斜前方 他看向周书伟的眼神 有崇拜 有期待 那是我从未拥有过的 工作后好几年不完了 还真有点手痒 怎么样 一天骑 我们来比比吧 周书伟眼神压迫地看向我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种竞争毫无意义 可是 我却不听使唤的同意了 等我反应过来时 已经越爬越高 周书伟距离我越来越近 他用只有我可以听到的声音低语 叶天琦 你早就输了 你知道大学时 月瑶怎么说你吗 在他眼里你不过就是一条田狗 我走了你还不是花了七年才转正 不过可惜 现在我回来了 我大口地喘了气 突然觉得胸膛里酸涩到难以忍受 刻意被压制的羞辱 愤懑 呼啸着冲向大脑 一闪神 竟和周书伟踩在了同一块岩石上 他扯扯嘴角 松开手 我们俩齐齐向后倒了下去 啊 小心 我听到同学和林月瑶惊恐的声音 下一秒我和周书伟同时摔了下来 同学们陆续都围了上来 你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哪里 林月瑶红着眼圈跑向了周书伟 把他扶起来上下左右的检查 周书伟则是一脸宠溺 绑着安全绳能有什么危险 是啊 绑着安全绳 而且还落在了海绵垫子上 为什么我却觉得这么疼呢 好像五脏六腑都被震碎了 看我摇晃着站起身 林月瑶想要震开周书伟的手向我走来 却被他反手扯进怀里 吻了上去 如此突然 恍若惊雷 同学们大抵都知道我和月瑶婚期将近 看看我又看看周书伟都静在原地 我晃晃身体 感觉周身的血液仿佛都离我而去 如坠冰枯 我好怕 怕周书伟从我的身边抢走月瑶 林月瑶反应过来后 迅速正脱开 给了周书伟一个巴掌 你离开七年 一点消息没有 你以为你是谁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周书伟单膝跪地 拽着林月瑶的手 像撒娇 又像是祈求 这七年 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 可是我怕我回不来 又不敢打扰你 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 我以我们的闭设作品为主题 做了一系列婚纱 难道你还不懂我的心吗 周书伟从未在人前如此卑微 林月瑶的态度立马软了下来 月瑶 我们说好了年底领证的 我努力撑着自己 站得笔直 眼里的酸色 对我强行的压住 维持着最后一丝体面 可带着忏意的声音 还是出卖了我 林月瑶看了我一眼 眼里的情绪过于复杂 我读不懂 只听她对周书伟轻叹 那又怎样 我们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回不去了 就因为叶天奇 她拿点彼得上我 你们又没有领证 林月瑶 我回来了 天王老子来了 也拦不住我爱你 她看向我 一副从未把我放在眼里的样子 看清楚你自己 不过就是我不在时 林月瑶的情绪垃圾桶 连个像样的包都买不起 你也佩挤月瑶幸福 她的话 像带着道次的利剑 接连刺进我的心里 我仍不死心 或者 我不愿相信 我还是问出了那句 在我心底翻腾了无数遍的话 月瑶 我和周书伟 你怎么选 她咬咬嘴唇 天奇 对不起 满脸愧疚 却没有丝毫爱意 我早知道答案 不过就是自取其辱罢了 我和林月瑶的爱情 以这种惨烈又可笑的方式 戛然而止 那个傍晚 短暂又冗长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家时 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我关掉手机 一直睡到了第二天 醒来后 开始整理林月瑶在我家的东西 没想到 短短半年 每个角落都塞满了 和她一起的回忆 药箱里都是 为她准备的止痛药 暖宝宝 她每次生理期反应都特别大 疼得下来床 第一次我还以为她是长脚痛 下来差点拨打120 衣柜里塞满了她的衣服 有的连标签都没剪 即便这样 她仍总吵着说 自己没有衣服穿 电视是她搬来后才买的 我一个人住时 从公司回来洗漱一下就睡了 月瑶飞说 挤在沙发里一起追剧 才有家的感觉 冰箱里塞满了她爱吃的水果 蔬菜 我以前从不开火 不在公司就是外卖 她住进来后 我竟能炒出几个硬菜了 把她的东西 从家里一点点清出来 就像把她的名字 从我的心底弯出来 只有血淋淋的痛 我打开手机 打算跟月瑶说一声 让她有时间过来取一下行李 没想到 已经被拉黑了 我摇摇头 气急返校 这么多年的感情 做不成恋人 也做不成朋友吗 同学群里滴滴响个不停 点开群消息 都是同学的祝贺 郎才女貌 真是般配 就知道你们肯定会再续前缘 在网上翻 是昨天晚上 周书伟在群里发的消息 官宣 和一张他们食指相扣的甜蜜姿拍 我退出了同学群 站在阳台上 看着窗外灰暗的天空 心里空空荡荡的 像是破了一个大洞 冷风吹过 五脏六腑都能结成了冰 我请了一周假 一个人跑到了青岛去散心 顺便埋葬自己的青春 我告诉自己 这是最后一次为林月瑶伤心 在一个不爱你的人面前 你的付出 都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被替代的廉价品 最后只能打动自己 再回公司时 我发现同事看我的眼神 都有点怪异 欲言又止的样子 周书伟在同学群里官宣也就罢了 林月瑶前脚还跟同事朋友一起 为我设计生日惊喜 她好意思在公司官宣 我坐回自己的卡位 忍不住问旁边的小王 是我的错觉吗 怎么大家看 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小王四下张望一下 把椅子拉近 天奇 设计总监不是空出来了吗 本来大家觉得 这个位置非你莫属 毕业后我就在这家公司工作 原本的设计总监 是我和林月瑶的师傅 他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 公司这阵子正想补上这个空缺 我整理好心情 也是想要重新出发 把精力放回工作上 浸听设计总监的岗位 小王继续说了下去 不过林月瑶向人事部内推了周书伟 听说他学历高 经验丰富 还是 还是林月瑶的现任男友 已经过了简历和第一轮面试 今天进行二面 他 可能会成为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林月瑶毕业后 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不过他一直没什么事业心 靠着资历和师傅的照顾 混到了主管的位置 他应该知道 这次机会对我有多重要 他怎么敢 怎么能 冤家路窄 我去茶水间时 周书伟和林月瑶也在 刚刚的面试 感觉怎么样 周书伟表现得颇为自信 十拿九稳 我这个高材生来你们公司 还不是大材小用 林月瑶摇晃着周书伟的手臂 恍落无人的撒娇道 还不是因为我手把手的 教你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设计理念 你才能这么顺利 周书伟拿食指 亲点林月瑶的额头 是是是 下班后给你买个包奖励一下 见我进来 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尴尬 不过从头到尾 我做错了什么呢 尴尬的应该是他们俩吧 我好像没看到他们一样 镇定自若地接了水 正准备转身出去 周书伟偏又来挑衅 听说你休了一周假 不会是 在家哭了一个星期吧 真没想到你这么深情 这样我就更不可能 让你和我的月瑶 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了 要我说 你时去一点 换的单位算了 我可不像你 自己的女人都看不老 哼 我冷笑一声 扯松了领带 砰了一声 她被我一拳 打得流了鼻血 剩下的话 卡在了嗓子眼里 我收回用力过度 而生疼的拳头 扫过周书伟和林月瑶 两人的脸 眼神一寸寸冷了下去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轮得到你在这撒野 你敢打我 她的眼神闪过一丝怨毒 捂着脸大声喊 来人啊 快报警 根本没有人理她 最后她吵吵嚷嚷 实在扰乱工作环境 被保安架着 扔了出去 林月瑶惊慌失措 立在原地久久没有回神 她求助一样地看着我 我再没有给她任何回应 感情里 我不喜欢拖泥带水 爱的时候可以奋不顾身 断的时候也干干脆脆 聘书下来了 设计总监的位置 当然是我的 我入职的时候 公司刚刚成立不久 我们这一批骨干 虽然没有多高的学历 却跟着公司 沉沉浮浮了七年 期间不是没有别的公司 来高价挖墙脚 我的位置 不是周舒伟可以轻易撼动的 唇亡齿寒 如果一个外人能轻易替换了我 也会伤了一批骨干的心 这个道理 公司的领导和老员工 自然都懂 可我爱的那个人 却在背后给我捅刀子 肆无忌惮地往我的心上插刀 我很快就收拾好东西 搬进了总监办公室 当天下午 林月瑶就来找我 她站在我对面 面色尴尬 低声说 不是我是周舒伟 非要来咱们公司 哦 原来是来给我道歉 我白白手 示意她不要说下去了 不过 你向周舒伟 泄露公司的设计理念 这有为保密条款 我已经跟人事部打过招呼了 以后你调去综合科吧 林月瑶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叶天琪 你够了吧 不要蹬鼻子上脸 我不是给你道歉了吗 你这是公报私仇 我认真地注视着这个 我爱了很多年的女人 记忆里那个少女 逐渐化成泡沫 只剩下眼前这个蠢的 几乎让我不认得的陌生人 我冷声道 有什么意见 你可以和人试谈 林月瑶气愤地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的一瞬间 对我喊停 等一等 她脚步一顿 从侧面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她长舒了一口气 苹果机上扬 似乎露出了一抹会心的微笑 我知道 她以为我后悔了 马上就会像从前一样 千方百计地哄她开心 她等待着 我冷冷开口 你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有时间记得去拿一下 站地方 她握了握拳头 三步并坐两步 摔门离开 林月瑶最终还是被调到了综合科 远离公司核心项目 负责一些收发上的琐事 不同的科室几乎没什么交集 一连几个月 我再没有见过她 直到有一晚 已经凌晨一两点钟 她突然打电话给我 刚一接听 她就在电话那头又哭又喊 天奇 我失恋了 你来陪我好不好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对我最好了 我只有你了 晦气 没听她说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怕她再次骚扰我 顺手拉黑 倒头又睡了过去 没过多久 又被陌生的电话吵醒 我压住火器接听 你好 是叶先生吗 您是这位小姐的紧急联系人 这里是夜色酒吧 你方便的话来接她一下吧 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 再这样下去 我担心这位小姐会遇到危险 你打给周叔伟吧 紧急联系人里没有她吗 打过了 一直无人接听 我捏捏眉头 睡眼惺忪 想到了对林妈的承诺 还是去接她了 走进酒吧时 林月瑶独自坐在角落 几个月不见 憔悴了不少 她还在喝着酒 见到我 双目放光 开心地像个孩子 飞扑向我 天起 我就知道 你绝不会扔下我 只要我找你 你一定会出现在我身边 她自顾自地说个不停 直到看到了跟在我身后的许家 林月瑶立刻戒备起来 拽着我的手又紧了紧 她是谁 我推开站在我身上的林月瑶 哦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朋友许家 我又指了指林月瑶 这位是咱们公司综合科的同事林月瑶 林月瑶走后 许家接替了她主管的位置 她是我高兴从竞争对手的公司里挖过来的 去年的杭州设计峰会我见过她 我拿了一等奖 她是二等奖 一聊天我才知道 她比我小两届 是设计学院的师妹 她和林月瑶完全是两种人 工作时认真负责 一丝不苟 沉稳老成 一点看不出来二十几岁的样子 下了班 却阳光开朗 积极乐观 热爱生活 像个画牢和一般的小姑娘没两样 跟她一起共事 我感觉自己也变得更有活力了 我没有想到 情人节那天 她竟然打只球 跟我表白了 她落落大方 没有一点扭捏 不像我 感觉喜欢林月瑶的自己就像那罪犯一样 我大学的时候就给你写过情书呢 让室友转交给你 不过现在看来 你从来都没有收到过吧 估计是被林月瑶处理了吧 她从小就这样 每个给我的情书或礼物都被撕得粉碎 她虽然不爱我 却也从不允许我爱上别人 在她眼里 我只能属于她 只能等着她 我曾经一度以为林月瑶是爱我的 其实只是可笑的占有欲罢了 许佳看着我的眼神充满崇拜 我记得 你在迎新晚会上 弹唱了一曲民谣 整个人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咱们学院组织的设计大赛 你每次都拿了一等奖 你不知道吗 你可是学校的风银人物 很多女生暗恋你呢 包括我 我确实不知道 直到现在 我仍然有点自卑 我付出了这么多 仍然得不到林月瑶的爱 我以为我也不配拥有别人的爱 那天 我坦诚地跟许佳交代了 这几年的感情经历 她久久没有回应 我想 大概是来自过去的光芒破灭了吧 做了这么多年的备胎 舔狗 最后惨败 我在她的心里 还和过去一样闪闪发光吗 可她背过身去 揉揉眼睛 竟然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爱一个人没错 只是你爱错了对象 和许佳在一起后 我感觉一颗伤痕累累的心 又重新长出了血肉 所以格外珍惜 这次林月瑶又打电话给我 我担心 我一个大男人不方便 所以叫上了许佳一起 林月瑶酒醒了七八分 扶着旁边的椅子站稳 愿读地看着我 同事 你说我只是你的同事 许佳扶稳的林月瑶 接过话 还是青梅竹马的邻居 被你甩了的备胎 你们的故事我都听说了 你一个女孩子 这样太危险了 走 我们带你回家 林月瑶情绪激动 甩开了许佳 你算什么东西 别碰我 她摇晃着身体 指着我继续发疯 叶天奇 你别忘了 我妈死前 你是怎么答应她的 你要负责照顾我一辈子 否则看你将来怎么跟她交代 看着你无伦次 还想要道德绑架我的林月瑶 我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 我护住许佳 林月瑶 你别不知好歹 就算是你爹 照顾你到大学毕业 也人之意尽了吧 别再麻烦我了 我怕许佳会误会 我牵着许佳的手 离开了酒吧 林月瑶在身后发了疯的 喊我回去 最后我只能跟酒吧老板放下话 这种情况 别再给我打电话 如果担心她的安全 直接报警好了 后来 参加同学聚会时 我才知道 那天林月瑶 为什么忽然来找我 我本来已经退出了同学群 颁奖知道 我被提拔为设计总监后 又给我加了回来 大家都在同一个行业 总有互相用得着的地方 也没有必要搞得太尴尬 同学聚会 周书伟和林月瑶都没来 我问起时 他们都很惊讶 这么大的新闻 我竟然还不知道 七嘴八舌地 给我八卦起来 你别看周书伟 看着光鲜亮丽 其实是个妈宝男 听说和林月瑶在一起后 花钱如流水 被他妈发现了端倪 直接断了周书伟的零花钱 即使这样 林月瑶还不死心 他妈就背着周书伟 偷偷回国 带着周书伟国外的妻子 上演了一场 抓小三的大戏 你敢想 周书伟在国外 早都在他妈的安排下 结婚生子了 还敢回来立单身人设 不知道林月瑶 知不知情 不会是知三当三吧 同学小李 快速地划着聊天记录 殷勤地把手机递给我 天旗你看 群里就有周妈和正七 抓小三的视频 被堵在酒店门头 又薅头发 又扒衣服的 老精彩了 同学给我八卦周书伟 林月瑶的八卦时 带着一点谄媚 和上一次同游设计学院时 完全不同 他们如今看我 不再是一个 跟在林月瑶身后的田狗 而是一个设计总监的头衔和背后 可能带给他们的资源和利益 成年人的世界 本就如此现实 我笑笑 轻描淡写越过这个话题 没有必要继续落井下石 和老同学们聊起了行业发展 我本以为这件事 就这样结束了 没想到 林月瑶和周书伟的那段视频 开始在公司 圈内和网上不断发酵 林月瑶过往的几任交往经历 也被一一拔出 网友们骂声一片 一个月换两男朋友 真是当代西门庆 无被楷模 一看就是惯犯 只恨我不在现场 要不给他嚎吐 一个小小的设计师 从上到下都是奢侈品 不是卖的谁信啊 周母在当地 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这次事情闹成这样 肯定有他在背后推波助来 甚至还有热心网友 在公司楼下拉起了横幅 朝林月瑶扔臭鸡蛋 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办公环境 同事都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 等我听同事说起时 他已经主动提了辞呈 从公司离开了 热点事件 来得快 去得也快 随着他从公司离开 这件事也逐渐停息 许久都没有他的消息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后一次见他 竟然是在监狱里 周书伟的妻子 是周母为了商业利益一手安排的 两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 可是利益却是比感情更坚固的东西 与其说周书伟七年后归国还爱着林月瑶 不如说 他只是见不得林月瑶爱上了别人 他得不到的人 也不能让别人得到罢了 周书伟经周母这么一闹 在圈里没了脸面 混不下去了 再一次妥协 打算随周母和妻子回到国外 回国前 周书伟约林月瑶再见一面 林月瑶以为周书伟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没想到她是想要回这段时间送给她的礼物 我送你的东西 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有几十万了 这是我的卡号 尽量回国前给我凑齐吧 周书伟 你也算是一个男人 我真是瞎一眼跟你在一起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直接还给我 还留一点体面 不然 我妈肯定会走法律途径 你妈你妈 除了你妈 你脑子里还有一点自己的主意吗 我本来就要和天启领证了 你知道我为了和你在一起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吗 你不要恶人先告状 我在国外这几年 你前前后后交了多少男朋友 早知道 我压根不会再找你 我还嫌你脏呢 关掉了初见时的滤镜 彼此相看两眼 竟闹到如此难看的地步 我和你在一起时 你从未说过自己有家事 你哪来的脸嫌我脏 骂名我背了 工作我丢了 你拍他屁股想走 休想 他们约在一个网红店屋顶茶馆见面 大吵一架后 林月瑶把周书伟推了下去 六楼 命是保住了 不过伤了颈椎 下半身终身瘫痪 只能卧闯了 林月瑶虽然立刻去警局自首了 不过情节严重 仍然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他说想最后见我一面 铁窗内 他见我来了 哭得浑身抖成个筛子 我拿起话筒 也不催他 任他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天启 我知错了 我现在才看清周书伟这个人渣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太晚了 周书伟毁了我 我也一样要毁了他 我静静地看着他 思绪却回到了十几年前 那时 我妈和林妈对我都要更严厉些 犯了错 要不站墙根 要不打手板 我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但林月瑶不同 大概是觉得 女儿应该抚养 月瑶不仅得了两个母亲的偏爱 也有我不遗余力的守护 她犯了错 总由我来收场 更有两个妈妈 轻而易举的原谅 没想到 她越来越骄傲跋扈 进入社会 竟然犯了如今这样不可挽回的错误 别想太多 好好在里面表现 我无力地安慰着她 我们都知道 她的人生到此 已被按下了暂停键 没有未来 没有出路 我转身出门 许家正邪靠在车门上等我 夕阳西下 给她整个人都镶上了金边 我快步跑向她 但是 我的路 还很长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